看一下,这里比较特殊一点的地方在哪里 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从上面到下面是70 其实你可以看出来,它基本上是可以先画一个 中间里面有一个圆 这个圆的部分,它应该,它等于是 各位有没有发现,它基本上是70的多少一半 它的直径其实是35 另外的话,各位可以看到,你如果说要画出 这边有很多不规则的形状的话,你可以画出第二个 这边不是有一个,所以其实这一题跟前面有一题很像 先画出两个之后,然后你会发现,可是它要能够得到第二个 第二个,第二个,就这一个,必须要旋转几度 因为有8,45,旋转45度之后,它不是有一个重叠的地方,对不对 你就把重叠的地方把它删除掉,只留下这一个地方 然后要把这个地方做什么?环形正列,就做出来了 没有了解我意思是吧?当然你也可以不做环形正列 你就先做出一个,之后的话,再做环形正列 可是你必须遇到什么问题,会多出很多的线段 你当然可以慢慢修剪,可是太浪费时间了 所以这一题的话,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一题 第一个的话,它这地方就是75的一半 是它的直径,直径的部分的话,就是35的 所以我们DEnter,然后35Enter OK,那再来的话,一样在这边 四分点拉到它的中心点 OK,那接下来的话,把这一个 这一个圆做旋转 所以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用旋转 旋转之后,它要选物件,对不对? 选物件选它,按空白键 记得,计分点在哪?在这里 就是它的中心点 其实就是它的四分点,同一点 然后旋转要加复制,所以加一个CEnter 角度的话是45度 所以这边的话,请你注入45度 Enter Enter之后呢,那各位可以发现 其实为什么要画出第二个原因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才知道重叠的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因为我要删除嘛,对不对? 在哪里? 在哪里? 所以呢,我们可以主要 主要其实要删除的部分 我是要删除这一 其实我主要是要删除的是哪一条线? 其实删除这一条线,对不对? 那这条线呢,比较快的删除方法很简单 因为我讲过嘛 如果你有一个起点、终点在修剪 就不用按那个空白键 所以呢,圆的话按下去 其实一个圆就已经有起点、终点 你就不用再去像线有两个起点、终点 圆的话一个圈圈就已经决定了起点跟终点 你再按修剪 这个时候记得不要多按空白键 直接点这个地方 点下去就吃掉了 了解意思吧 然后再把这个圆把它拿掉 就留下这样子 这样的形状之后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拿它来做什么呢? 做环形正列 OK,来看一下 环形正列呢,选它一下 空白键 那基增点的部分在这里 一样在这个点 那总共有几个呢? 有八个,所以八个Enter 那360,按Enter OK,马上就绕出来了 应该了解意思 这部分的话我想各位试试看 这一题的话应该不算太困难 OK,把画面还给各位一下 那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 八个,十二个 或者是说呢 我还要给 之前还要给同学是另外一个变化 你可以就是向上的一个半圆 你也可以向下的半圆 也可以做出向下的半圆 那就来给大家看 了解 等一下 是啊 等一下 勇试看